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 耶稣出来传道 人看见的时间 一共三年半 这三年半 他主要的目的是 显明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 他主要的目的是 他要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而在这三年半当中 他也让人的心 注意听 他也让当代人的心 很清楚地被显明出来 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我本来是想说 今天在这个时候 我请他们把灯全部关掉 那你们突然就说 都看不见了 对吗 然后最好窗帘都把它拉起来 然后再把灯全部打开 你就知道说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 看不见脸上有没有什么脏的地方 或者我们看不到我们穿怎么样的衣服 可是你灯一打开 我们就发觉 原来这个人穿这样 那个人穿这样 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灯开 我就发现你们这个ABC B都没有人要坐 你听得懂吗 因为B的座位是不要钱的 AC都要买 都要买 你知道吗 现在坐飞机都是这样 AC的位置都要花钱 B的位置不要花钱 但是没有人要坐 因为我们教会不收钱嘛 所以你们就坐AC对吗 如果不是灯 我根本看不见你们 如果不是灯 你们也看不见我 可是这里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耶稣在地上工作的三年半里面 其实引起很多的纷争 结果是让人心的黑暗 假道学 里外不一 完全暴露出来 就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今天我们所要读的 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 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请你不要误会 我讲人的时候 不是讲别人 我就是在讲你 人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常常跟牧师们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说我们 我就说不要讲我们 你要讲就讲你自己 说我就好 不要把我们牵托进去 对吗 我们常常说我们 我们是什么意思 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意思 是你要爱我 但是我是不会爱你的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说夫妻要彼此相爱 你都不爱我 对不对 我们要相爱 这样听得懂吗 你们听不懂 不要装了好不好 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 常常不包括我 可是当耶稣真正活在 他们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人既要理智 又要面子 同意吗 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还不快点头 我们既要理智 又要面子 理智是一定要赢的 面子是不可以失去的 这就是耶稣把他们当时的人 照出来 照亮出来 因为光照进来就很清楚 人不仅要满足内心的私欲 又希望别人不要轻看他 指责他 只要能逃得过 躲得过 人就避重就轻 找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生活 同意吗 你们不是这样 那你们的灵命都比我好 真的 我是这样 我是这样 我既要面子又要理智 最好你称赞我 看不见我的缺点 我的缺点 我不要显明给你看 可是呢 被你看出来了 我就觉得很丢脸 所以我就想办法 掩盖住我真实的状况 也因此 耶稣当时活在地上的真实 就反映出犹太人是虚伪的 人心中所想的是一套 口里所说的是另外一套 看得见的律法就遵守 看不见的良心 我们就违背 同意吗 又不是在讲你 你干嘛那么生气啊 这就是我们教会当时成立的时候 我们决定的 我们每次都念 对不对 第一句叫做 呈现真实的自己 很难耶 很多人因为这句话 他不想留在我们教会 很多人因为这句话 他就做了一个保护套在这里 呈现真实的自己 我告诉你才能充满上帝的荣耀 如果不呈现真实的自己 我讲得难听一点的 苦的只有你自己 因为耶稣的荣耀 不会因为这样而失去的 因为他来本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 他本来就是要照亮我们 他要照亮我们 我们还不愿意被他照亮 人家得罪我们 我们就一定要打回去 至于我们得罪人家 请你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甚至你都不要发现最好 我讲的是耶稣当时的真实的状况 其实这个状况到今天还是这样啊 还是这样啊 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情 因为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除非我们不是生在世上的人 否则我们就要被光照药啊 他的目的就是要光照我们 其实有的时候也蛮好的 你光照完了 承认自己是错 承认自己 你就回到原点嘛 重新来过还有机会 对不对 可是你就是不肯承认错 不肯承认错 就一直掩盖住 其实心里痛苦不痛苦 诚实说 不承认更痛苦 承认了反而 就到底嘛 对不对 一次放到底 重新来过 所以这个是个信仰很奇妙的事情 因此从这边 我们就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 真知与满足 其实很多基督徒的信仰 没有在真知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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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形式的里面 真知和满足 都是我们最想要的 我们最想 我们最需要的 当我们对一件事情 有一个看法 当我们对一个现象 有一个解释 我们就有一个期望 那就是我们能得到 真正的答案 我们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你知道长久 不要真正答案的人 越来越不想知道答案 对吗 因为你不想知道答案 因为不想面对自己 可是我们也承认 有的时候不是这样 我们真的很想面对 我们人生的道路上 有许多的问题 我们也找不到 令人满意的答案 因此如果是后者的时候 当你找到真正答案的时候 你突然你就放下来说 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 我因为服事的缘故 过去这二十年来 我一直在换地方 换地方是说 我在我们教会 就是固定的 对吧 可是我去 到一个城市 又到一个城市 又到一个城市 因为它一直变化 所以那个刺激是很强的 刺激是很强的 我记得第一次到 我是先到德国 对 我是先到德国 第一次去的时候 是九几年的时候 我先到德国 先到德国 飞机下降的时候 因为现在 因为飞机坐太多了 一年都坐几十班飞机 所以管它起飞 管它降落 都是没有在感觉的 上了飞机就坐好 开始读书 开始看东西 或者是开始找电影 等一下看什么 因为一坐就很长 反正就是一直在 自己的里面 不管外面 以前不是都要买窗 坐靠窗 对不对 要看它起飞 要看到外面 要看到下降 刚开始第一次到德国的时候 下降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慕尼黑机场 我一下 慕尼黑机场 慕尼黑机场 对 慕尼黑机场 下降的时候 我看那个建筑物 就是那个机场的建筑物 全部都像格子一样 都是直线 就像 全部都是格子 我说哇 哇 怎么这样啊 后来结束了 从慕尼黑 就飞到巴黎去 巴黎下降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直线 因为只有法国而已 都没有直线 连那个 连那个 我们不是会要走 有时候让你自己走 有的时候叫你 就站在那个 输送带 人也在输送带吗 好 没关系 输送带 他连那个输送带 都会这样 然后要下去 然后要上来 后来我就是问他们说 是因为地形 盖房子的时候 地形所以这样吗 他说不是因为法国人 喜欢这样 不是 你为什么盖一个房子 要盖到 就是在机场里面 要这样 然后要下去 然后要上来 我就觉得说 那你为什么不拉平呢 不是更好做吗 因为法国人喜欢这样 这刺激很大 真的刺激很大 然后明明是一条路直直的 还要开得弯弯的 特别是到了荷兰的时候也是 我就说那条路 怎么做得这么小 两个车道 他一定要把它弄得 两个车道好像不能跨 有些地方 他中间还做了一个东西 不是这样 是这样 他要弄 然后那个路都这么窄 而且明明直的一条 他要弯来弯去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让你不要开太快 德国就把你拉得直直的快 这个荷兰 法国就把你弄得弯弯的 现在巴黎不想让人家进去了 一直在改道的道路 改道后来呢 行人道很宽 再来就是脚踏车道 摩托车道 你听得懂吗 再来是车子道 公车道 搞到后来全部都不通 为什么 不想让你开快车 最好让你走路 他们明明没个人的想法 可是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觉得怪 可是你一旦明白之后 就是说他原来是有原因的 所以真知是让人很高兴的 突然明白之后 为什么法国人是这样 德国人是那样 德国人直到一个地步是 他认为对的 他就这样 法国人是三个人可以组成四个政党 三个人可以组成四个政党 真的不开玩笑的 这就是我们在学宪法的时候他们说的 因为法国人的脑子就是会一直变 因为这个缘故 真知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一个满意的答案的时候 你是很开心的 那我们的信仰呢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知识 我因为常常需要传福音 刚才也跟弟兄聊一聊 你知道我常常看你们 我常常看着你们 我都想知道 还有我自己在唱诗的时候 就是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我都一直想知道说 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因为你一知半解就信得很辛苦 对吗 一知半解也活得很不自在 人家问你为什么去教会 你讲得吞吞吐吐的 因为你没办法解释 所以我刚才我也问姐妹说 好久没看到你的女儿 她说她心里有点难处 我就心里想说 这就是一知半解嘛 她如果想通了 你注意听 想通了只有两个结果 要或不要 对不对 不要就不要了嘛 不要弃之可惜 弃之并不可惜 如果你不要了 如果你要 你就好好弄清楚 因为这样你才能活得很自在 不要说 因为在这边受洗了 不来不好意思 不用不好意思 何必浪费你的时间 弄清楚 所以真知是让人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从这一段圣经 我在讲 从这一段圣经有三个 我们需要知道的 也是耶稣显明出来的 可是他总得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人要得正确的知识 先要正确的认识耶稣 那这一段圣经 归纳起来的总结 无论读法律 无论读新闻 第一段最重要 第一段叫做判决的主文 对吗 或者我到底请求什么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 那你如果读新闻 你读新闻 你读新闻 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 第一段其实看完之后 后面都不用看了 因为他的结论写在第一段 他就写完以后 后面他只是把它 解释得更清楚 或描述得更完全 或者有的人想知道 更多的内容 他就看后面了 如果新闻的第一句 看完了就不用看了 因为后面都一样 他只是解释得更清楚 如果我们要得到 正确的知识 我讲的是 生命的知识 信仰的知识 那你要正确地认识耶稣 你知道认识这件事情 是真的很麻烦 最近不是有一个 Titanic 说要去探塔Titanic 后来下去下面吗 后来他们不是一直找 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后来找到了 里面的人已经死了 对吗 后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看新闻这样讲 他说 为什么找一个这个东西 找得这么难 就找一个东西 应该不难找 后来他写 他说人类对于太空的知识 比人类对于地球海洋的知识 还要丰富 也就是海洋里面到底有什么 太空有多大 可是海洋有多奥秘 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 比人类对于海洋的认识还多 下面一句话 人类对海洋的了解 比人类对人脑的了解还多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这个脑子 我们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它里面怎么样的 到现在大脑的知识 我们对于大脑的知识 大部分解不开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 是知道的一点点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某一个东西就容易了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 海里面会怎么样 然后说怎么样找到那一个 你有正确的知识就容易找到 如果我们对于脑的知识 理解够多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是怎么运作的 我最近一直在读这些书 就很好玩 不是专业的知识 就是那种叫做科普 是不是 大概说它是什么 我连看了那些东西 我觉得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人会这样想事情 为什么我这样想 所以人要得正确的知识 在这里 信仰的知识 生命的知识 要先正确地认识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边 来看三个东西 看三个东西 第一 第一 耶稣对于神迹 做出正确的解释 这一段圣经因为很长 有52节 我今天也讲不完 我只讲一半 所以我不会带你们全念 不过我把它归纳起来 重要的经文 我会带你们一起念 这一段的经文 在说明耶稣做了一些事 耶稣说了一些话 他在Clarify 他在澄清某些概念 耶稣做的事 耶稣说的话 在澄清某些概念 他只要一澄清了 就我们也明白了 我们突然就了解了 在这一边 耶稣解释三个东西 第一 他解释神迹 他解释神迹 他对神迹做出正确的解释 其实从约翰福音第二章 一直到第六章 耶稣一直在做神迹 一直在做神迹 那到底什么是神迹呢 过去我们曾经说过 神迹这个词 在约翰福音里面 它的英文叫做Sign 记号 记号 重要不重要 刚才 亨达说 这个就是个记号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们特别高兴 因为今天我们有个特别的仪式 所以我们大家都提醒说 要带这个 要带这个 刚才我碰到一个弟兄 他说我今天穿T恤 也带一个这个 记号嘛 就表示开心嘛 可是很多的记号 是有意义的 你要找一个人 要有一个记号 对不对 以前我们找人需要知道地址 后来找人需要知道电话号码 对不对 又后来找人需要E-mail address 对不对 后来再找人需要LINE WhatsApp WeChat 等等的你的号码 因为这个记号就找到你 后来我们又说 还有Facebook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记号会被人盗用 对不对 秋华的Facebook就被别人盗用了 从此以后他开始卖东西 他开始卖东西 秋华就一直跟别人说 那个不是我 那个不是我 可是明明大头像是他 后来大头像就换成了别人 那个别人还是他的朋友 所以他的朋友就问他说 或者换了他的另外的照片 他的朋友就说 你换大头照了 他说那个不是我啦 可是问题那个是个记号 后来他还到警察局去报案 报了半天警察局说 这个弄不掉 我们还找专门的人一直弄 就没办法把Facebook上面拿回来 其实已经被他弄走了 这个就是记号被别人拿走了 记号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记号 就知道是那件事 对吗 现在开车的人都用GPS了 是不是 记号 对不对 他不仅讲记号 他还把我们带到那个记号上面去 其实耶稣做的神迹 就是这个意思 他是要显出他是神的儿子 他从神来的记号 所以耶稣在记上说 做了很多的神迹 可是却被我们误用了 其实耶稣做一个神迹 注意听 耶稣做一个神迹 他是要告诉我们说 他在这里 听清楚啊 因为今天神迹已经被误用了 神迹的意思是 神说我在这里 神迹的意义 不在于说 我得到好处 有没有抓到重点 今天我们要神迹 我们为什么要神迹啊 因为我们就希望 我们可以得到 神要给我们的好处 我不能说这样不对 但那个是结果 那个不是目的 听得懂结果跟目的的差别吗 本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 因为有一天 我们这个教会会分成两个教会 两个教会会分成四个教会 到时候我们就慢慢分散 慢慢分散 慢慢分散 如果你的观念不准确 我们一分散就被稀释了 稀释了我们观念就不准确 神迹的目的 不是要神让我们得到好处 神迹的结果 却让我们得到好处 抓到了没有 神迹的目的 是要彰显神在这里 神迹的结果 我们就得到好处了 可是那个好处 不是我们想的好处 那个好处 很多人我们看到的 好处是 我不生病了 因为神医治了我 或者我生不出孩子 我生出孩子了 这个是我们要的 可是神的目的 不在于我们得到这个好处 神做这个事情的结果 我们会得到这个好处 可是这个好处 不是我们的解释 是祂的解释 这样明白吗 我常常叫你们背一个句子 你们都还记得吗 我们祷告 蒙神垂听 神应允 成就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要 感谢神 如果我们祷告 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 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所祷告都落空了 然后那件事情没有成就 我们就要 所以好处坏处 不是我们决定的 好处坏处是祂决定的 我们的祷告 祂每一个都听 我们的祷告 祂每一个都做 祂做什么呢 做让祂成就或不成就 成就感谢主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这个 祂给了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要这个 祂不给我们 那祂对我们 祂认为的好处 就比我们以为的好处 它是不一件事情 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常常说 我要的东西 神都不给我 这表示神爱你 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祷告 你祷告的 没有得着 属灵的长辈 就会告诉你 因为你没有好好祷告 不是问题 是我好好祷告 可是神没有听过的祷告 那他就说 神不爱我 不 神更爱你 所以没有成就你的祷告 因为他要给你个更好的 因此我们不能从神迹的结果 注意听 我们不能从神迹的结果来看 我们应该要从神迹的目的来看 结果对我们好 是因为我们解释 祂对我们好 有的时候神迹的结果 对我们不好 对吗 我们的解释 可是从神来说 祂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因为祂要对我们好 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 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一个经文 我们来读三道六节 三道六节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耶稣的弟兄就对祂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因为连祂 因为连祂的弟兄说这话 是因为不信祂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祂的兄弟跟祂说 你要让人认识你 你就要去那个地方 那边人多 你一坐别人就认识你了 那他们这样讲 他们这样讲 是因为他们说 你不会啦 或者说你做不到啦 耶稣跟他们说 我的时候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 所以我暂时不去 祂后来有去 祂暂时不去 可是耶稣这个动作 祂是要告诉他们 你们的期待 跟我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行神迹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你的利益 我行神迹的目的 是要证明我是神 因为如果我们的利益 长远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的 可是短期来说 我们并不一定会愿意做 这样讲有点抽象 其实讲清楚就明白了 你要知道 你刚刚进到一个学校里面 你要把书读好 你要把书读好 要不要努力 对不对 可是努力辛苦不辛苦 对不对 你说我一开始 我一开始我就不读书 有没有更快乐 可是后来就痛苦了 对不对 你为了将来很快乐 你现在怎么样 就要很痛苦 明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要这个好处 我要那个好处 我要方便 我要顺利 其实那个对你没有好处的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起来有顺利 可是将来并没有得到 那个真正的好处 所以看中神迹的两约之间 跟我们今天活在这一个世界 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对神迹有误解 我们有误解 我们希望神迹是什么呢 我们潜意识的想法里面是 我是基督徒啊 我应该配比别人得更多的神迹 或者如果很多神迹发生在我身上 就证明我比较爱神 你比较不爱神 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说法 所以我们喜欢神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这个神迹不是这个意思 神迹是显明神在这里 注意听 显明神在这里 对我们是好处还坏处 还不一定 对不对 警察在这里是好处还坏处 看状况 对不对 你在做好事 那你都不怕警察 你在做坏事 警察在旁边就不好了 你说我好喜欢神跟我在一起 请注意搞清楚 神 行神迹 是显明他要跟我们在一起 那要看我们这个人 正在做什么事 或正在想什么事 他显明在我们这里 我们不光一照 我们是暗的 就破功了嘛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的神迹 其实我们是要那个好的结果 我们常常想要碰到神迹 就是想要 I'm sorry 我这样讲你不要生气 就一直想偷懒嘛 我不要读书 主啊 给我成绩好 我工作做得不够认真 主啊 老板打考机的时候 不要看见我的缺点 我们要神迹 都是要偷懒 都是要走捷径 可是神不是要这样的 你说没有啊 耶稣也用五饼二鱼啊 对啊 我们是要五饼二鱼 可是我们没有要听神的道 听到没有时间吃饭 对不对 你下次听神的道 遵行神的话 你做神的事情 到有一天你没有管这些事情 然后你没有得吃的时候 你放心 五饼二鱼就会来了 可是没事不用五饼二鱼嘛 没事你都可以吃得饱 为什么要五饼二鱼 为什么要一个聚宝盆 对不对 丢十块下去 变成一波的十块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丢一百的比较快 对不对 而丢一百的比较快 还不如丢一千的比较快 对不对 而丢一千比较快 现在最大的面值的 美金还有一千的 你知道美金有一千的 你们没看过对不对 美金有一千面值的 欧元有五百面值的 丢那个更快 可是我们就是要那个结果 可是我们就不愿意摆上自己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今天的信仰也跟别的信仰 没什么差别 你们知不知道 各行各业都有拜他们要拜的 你们知不知道做妓女的 也有拜的神 拜猪八戒 拜淫乱的神 是他们定义的 猪八戒其实蛮无辜的 对吗 对不对 猪其实蛮无辜的 对不对 他们拜猪八戒 就是要让猪八戒 去引诱人来买春 这样我才赚钱 今天我们的神 也沦落到这个可怜的地步了 可是他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 所以他来我们 我们是想看到 神迹奇妙的部分 我们是为了自己 想要得到满足 可是神来不是 神来行神迹 是他要证明 他跟我们在一起 其实如果你想清楚 这个信仰 我告诉你 没有比神跟我们在一起 更重要的 可是神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就会 注意听 要失去自己 想要私欲里面的利益 这就是我说 又要面子又要理子 又要有信仰上帝 又要上帝给的好处 又不要尽本分 听懂吗 这个谁不要 不用信耶稣也可以的 可是如果你信耶稣 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虽然不会去祷告 说我要中乐透 或者我买的那个股票上 我买的那个股票要涨 或者我做坏事 不要被抓到 虽然我们基督徒 大概不会这样的 但大部分的基督徒 还是希望我们工作胜利 婚姻美满 家庭幸福 对吗 这不苛求吧 这不苛求吧 工作顺利要不要 家庭美满要不要 婚姻幸福 这要 好像这些需要神机 神与我们同在 可是神早就把那个 与我们同在 要怎么样得到这些东西 已经写下来 就在圣经里面 最简单的例子 夫妻要相处得好 我们一直祷告神机 对不对 祷告什么神机 来 多摸着自己的良心 你祷告什么神机 就是对方改变 对吗 不是 因为对方老不改变 你祷告他要改变 他要改变 他要改变 可是圣经上叫我们 是我要改变 没有说他要改变 所以美满婚姻 神同在的神机 是我改变 而不是他改变 有没有听到 什么叫做我改变 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又流行讲婚姻 所以我们教会 马上要开婚姻家庭的课了 都要来上 你们的婚姻家庭都不够好 如同我一样 我们都还有改进的空间 我们这一次 我们去了匈牙利 四月 五月 五月的时候去匈牙利 然后六月的时候 四月去匈牙利 然后五月去了 六月去了两个美国的教会 学历低的 有没有念小学的 学历高的 有一堆的博士 有一次全部 基本上都是做博士 没有博士学位的 只有我跟邱华 后来就跟他们讲 怎么做婚姻 我每次讲的时候都这样讲 下面要讲给做丈夫的听了 请妻子把耳朵关掉 因为你不需要听 后来我就说 下面要讲给做妻子的听了 请先生不必听 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人读圣经 专门听对方该听的 真的啊 真的啊 我不骗你 因为包括我以前 也都是这样啊 就是圣经上说 丈夫要爱妻子 对不对 所以妻子最常跟丈夫 说的话是什么 你都不爱我 没有 那是讲给丈夫听的 没有要你听 你要听的是 你要顺服你的丈夫 可是丈夫呢 却都听不到 叫我要爱我的妻子 只听到 你要顺服我 所以就吵起来了 所以不信圣经还好 信圣经还要吵架 对不对 你都没爱我 这是妻子对丈夫说的 丈夫对妻子说 你也不顺服我啊 所以吵到不情 其实丈夫只能问自己说 我有没有爱她 妻子只能问 我有没有顺服丈夫 你其他的理由 都是你讲的 可是我们却不这样做 然后我们就祷告 说说你要给我神机 我婚姻要美满 我告诉你 你不用祷告 因为这样祷告 神不会成就的 因为你 我是随便举例 举别人也不好 我就干脆举我自己好了 如果秋华一天到晚 很跋扈 然后什么都要我听她的 然后祷告说 婚姻要美满 神绝对不会听 你放心 如果我不爱她 然后我就不关心她 不体谅她的感受 然后我就一直祷告说 神啊 你要赐福我的婚姻 神也不会听 因为她讲的话 我们都不听 为什么我们讲的话 她要听呢 对吗 做人稍微公平一点 是不是 而且她已经讲了 如果丈夫爱妻子 对丈夫说 如果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 对妻子说 那么你的婚姻 就会渐渐美满 对吗 因为我们都已经养成坏习惯了 专门听 对我们自己有利的 专门不听 对我们不利的 所以很久了 所以当你开始听的时候 她就会渐渐改变 这些就是神同在了 这些就是神同在了 当你遵行神的话 神就同在了嘛 因为他在哪里 他的话也在哪里 他的话在哪里 他也在哪里嘛 是不是 今天如果你要听我的话 你就要进来这里听啊 不然的话你就要看网路啊 不然你就要回放啊 听得懂吗 不然你怎么听到我的话呢 所以我在哪里 我的话就在哪里 你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用人的方式来比喻 神更是这样啊 那我们不听神的话 却要神祝福我们 你换一个神嘛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又要面子又要理智 又要面子 就是说我有信神 又要理智 我要得好处 可是我们却不做 耶稣在这边 对神迹做出解释 第一 第二 耶稣不仅对神迹做出解释 他也对节旗做出解释 对节旗做出解释 什么叫做对节旗做出解释呢 好 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这事以后 耶稣加利利游行 不愿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祝彭节进了 好 犹太人有许多的节旗 在两约之间有这个祝彭节 祝彭节是很重要的节旗 我简单讲一下祝彭节是什么 祝彭节其实是在 他们出埃及以后 神就要摩西给他们有祝彭节 祝彭节是纪念 他们原来是在埃及为奴 后来就出了埃及 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都住帐篷 他们都住帐篷 所以要给他们住帐篷的时候 他们就要很开心 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 所以祝彭节 是神带领他们祖先出埃及 脱离外邦 全世的日子 那是祝彭节 当然有一段时间 他们就没有祝彭节了 到了两约时代 又恢复了祝彭节 所以他们就很高兴 那时候他们已经有房子了 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 可是为了纪念上帝的恩典 他们就跑到外面去 就不住在里面 跑到外面去搭个棚子 在外面七天 其实搭棚子 在外面七天的目的是 是让他们体验一下 不是住在自己的房子 住在外面的帐篷里 然后他们就欢乐 为什么要欢乐呢 因为他们欢乐 就吃东西 聊天 就休假 就想上帝的恩典 听到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祝彭节是在想上帝的恩典 想上帝的恩典 可是到了耶稣在的时候 我们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请我们一起来念八九十 预备 请 你们上去 耶稣说了这话 仍旧住在家里里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 还得上去过节 那当然 这段圣经是有点难 在这边 耶稣是用一个行动证明 说我不去过节 你们上去 他们要他一起去 他说我不去 你们去吧 他不去 然后后来他还是去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们过的住棚节 跟住棚节真正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跟你们去 就是我不跟你们过 一样的住棚节 我现在要上去 过住棚节 是重新定义住棚节 因为住棚节的意义是 神的恩典 是神要他们纪念 神把他们带到旷野 给他们救赎 神保守他们 所以神要他们住在 帐篷里面的欢乐 是纪念神的恩典 听我懂吗 不是让他们欢乐 而是神同在 所以欢乐 不是为了要欢乐 这跟前面的那个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神迹 跟节旗 是一样的意义 节旗的重点 不在于我们在 节旗的欢乐 节旗的重点是 当我们习惯在一个地方 你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在这里 其实简单强 神不仅在这里 也在当时你住的地方 但是因为你常常 在住的地方习惯了 就没有觉得 你是在神的恩典里面 对吧 所以你就到这个边来 你就觉得神在这里 好 我举个例子 礼拜一到礼拜六 神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礼拜天来教会呢 就是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在这里 然后搞到后来 我们以为神只在这里 神不在我们的周间 神在不在周间 所以我们来这边 表现得特别好 其实礼拜一到 礼拜六蛮混的 对不对 你不要难过 我再讲我自己 不再讲你 所以你不要对号入座 虽然你也跟我一样 神要他们过节旗的意思是 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欢乐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祝鹏节 是我要与你们同在 那并不表示 以前都没有同在 不是 不是表示平时没有同在 它只是要让我们 换一个场景来了解 神与他们当同在 因此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 他这样讲 道就是耶稣 耶稣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复读生子的荣光 这是约翰写的 约翰说什么呢 说耶稣来到地上 住在我们当中 是要让我们感受 他的恩典和真理 等一下 我请问你 耶稣没有来以前 神有没有跟他的百姓同在 有没有 有啊 有啊 只是你没有感觉 所以让一个有形体的耶稣 来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特别有感觉 我们也是这样 其实礼拜一到礼拜六 我们都很开心 我们都感觉到神的同在 可是礼拜天在一起 来 真的有没有高兴一点 有没有 有啊 有啊 那我们每次有的结果 就让我们回去说 其实礼拜一跟礼拜六 也要这样 不是礼拜一到礼拜六 不是这样 只有礼拜天是这样 不是 是礼拜天也是这样 然后礼拜天是这样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 也要这样 我这个观念 是被有一次 那我已经做牧师 做传道人 做长老很多年了 有一次我到美国 一个教会去聚会 那是个非常大的教会 我在那个教会聚会完的时候 那个牧师 那教会人很多 上万人 那我们你知道 我们这里就不到百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你要在上万人的地方聚会 你就发觉 你根本就是一个 渺小的一个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在哪里 那如果你去看球场 对不对 或者你们去追星 去小巨蛋的时候 那你更渺小 因为那个人这么远 你根本看不见 那你嗨到不行 那天聚会结束了 其实这整个聚会都很感动 很感动 后来牧师就说 现在要散会了 请各位站起来 他就祝福 他祝福完了 手放下来 他讲一句话 他说 好了 我们聚会结束了 我们现在开始敬拜神吧 他说 我们现在聚会结束了 我们聚会结束了 他说我们开始 礼拜一到礼拜六 敬拜神吧 我以为敬拜结束了 他说敬拜开始了 那一次我站在那边 因为我已经做牧者很多年了 他讲这个话 我啪的眼泪掉下来 我说 我一直以为 神在礼拜堂里 原来 神在我的家里 其实如果弄清楚这个 你会好感恩 我们教会 以前在临栏的时候 是地下室 有一对老夫妻 在教会非常多年了 那个先生从唱诗很大声 到渐渐老了 耳朵也听不见 耳朵也听不见 眼睛也看不见了 他从诗歌本这样拿 拿到这样 拿到这样 后来根据不拿诗歌本了 因为他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就快九十岁 有一天从上面下来 他太太就在他的耳边 大声喊 因为眼睛也看不见 耳朵也听不见 他就扶他下来 就跟他讲 他说 李长老在下面 这样子 他下来 我就刚好走上去 我就扶着他 握着他手 他说李长老 李长老就握着我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什么伯伯 你好 我说你好吗 他其实听不见 我就大声喊 他就说好 然后就进去了 他常常这样 有一天他又下来了 我又握着他的手 他就哭了 他就哭了 九十几岁 八十九岁的人哭 他就说 李长老 他说我对不起上帝 我对不起你 我以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他说我上个礼拜 没来聚会 我说没来聚会 没关系 我就跟他耳朵大声喊说 你没来聚会 上帝在你家 这样子 因为这样他才能明白 他就说 然后就进去了 可是我知道他不相信 我讲的话 因为他几十年 来聚会特别高兴 回去很失落 后来有一天 主日崇拜结束 我没看他来聚会 那天我讲第一堂 因为教会好几堂 我讲第一堂 完了我就去 拿了三本十本 把教会的周报拿三份 然后那天有剥饼 我就把那剥饼饼杯 就包三个 到他家里去 到他家按门铃 他在家说哪一位 我说我是李建长老 他就开门说 李建长老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来跟你们做主日崇拜 他说做什么主日崇拜 我说因为你们今天没有来教会 所以我们要做主日崇拜了 我就开始 我自己兼领会 兼唱师 兼什么 然后还剥饼 剥饼 我还讲道 我就把第一堂的讲道 在他们家全部走一遍 全部走一遍 走完了 我还剥饼 然后还 最后还唱阿门祝福歌 没有琴 唱阿门祝福歌 完了还祝导 祝导完了 那个老伯伯 其实也听不太见 也看不太见 对不对 他从头到尾 就一直哭 后来我就过去跟他说 你知道吗 其实你来教会 神在那里 你不来教会 神就在你家里 他说 他就明白了 对吧 明白了 明白我就走了 很开心 又过了几个礼拜 有一天 他又从上面下来 在教会 我就上去握了他 他看到我又哭了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上个礼拜 没有来教会 我说 我心里想说又来了 他跟我说 他说可是我知道 我虽然没有来 可是神在我家里 弟兄姐妹 礼拜天 我们在这里 神在这里 对吗 礼拜一到礼拜六 神在哪里 神在我们里面 请注意听 所以我们不必要 在外面表达的 跟里面的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 在人家看到 跟人家没看到 不一样 我们真的不需要 别人是不是这样 我们算了 因为我们也管不着别人 对吗 可是我们自己 可以调整吧 所以节旗的目的 不在于他们在一起 节旗的目的是 他要改变 他要改变 我们要改变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得到 真正的知识 其实 旧约许多的事 我们都搞不太清楚 真的没关系 节旗什么意思 我们也没有最好的答案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念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规定 但是旧约的节旗 都指向耶稣 其实我是不知道 今天唱的诗歌 是谁选的 那一定是领会的决定 就是那个领诗的人决定 我在唱每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你就在这里 这就是你在的地方 我唱每一首诗歌 没有要唱给人听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 我们教会只有看中三件事 一件事就是现在我正在做的事 就是我跟你们讲道 对吗 那我希望能够讲的 我讲得清楚 你听得明白 然后你回去好好的 把神的话记住 好好的活出来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热情的敬拜 请问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 你根本不用管 你根本不用管旁边的人 我告诉你 其实我是一个 我的音乐性是很好的 我的耳朵也很灵敏的 我是十几岁就在做师班指挥的 而且台大新生杯的合唱比赛 我带领的法律室那一年是有史以来 也是空前绝后一次拿到新生杯 台大新生杯的合唱冠军 打败多年来蝉联的医护联队 然后我没有指挥 医护联队就是医学院跟护理 当然他们会赢啊 你听得懂吗 他们是医学院多赖皮啊 医学系跟护理系联队 那我们这种法律系 怎么打得过人家啊 对不对 可是那年我们得冠军 我们得冠军 可是后来就没有了 因为我的音乐性很好 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我有一个不好 就是我的肢体协调不好 所以每次敬拜的时候 我都好羡慕你们 站在上面的每一个人 他们为什么拍子都会在队的上面呢 我呢 用手 我可以拍子非常对 我唱可以拍子非常对 可是我的身体协调不来 可是我没有在管你们 那是你们家的事 你敬不敬拜神是你们家的事 你不敬拜神你偷看我干什么 可是我完全不管别人 我完全不管别人 我就唱我自己的 跳我自己的 因为我的对象是神 我是要跟他说话 被你听到了 那是你正好听到 你没听到 我也要这样跟神讲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说请你来到我里面的时候 我每次叫 我都是把手放在我的 来到我里面 我里面 不是嘴巴的我里面 是这里我里面 所以节旗的重要是 神与我们同在 什么时候过节旗呢 每一天都是节旗 每一个时段都是节旗 你怕跟神在一起吗 我们有的时候 要好处就要神 做坏事神就叫我们 赶快离开我们 其实神无时无刻 不在我们当中 祂喜欢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节旗 第三 人要得正确的知识 要正确的认识耶稣 就耶稣对律法 做出正确的解释 在这边 耶稣对律法 做出正确的解释 第一 耶稣对神迹 做出正确的解释 对不对 神迹就是记号 哪里发现神迹 神就在那里 神迹不是奇怪 让我们得到 extra好处的那件事 听得懂吗 它定义不同 虽然它有时候会重叠 当神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得到意外的好处了 当耶稣在睡 无饼二鱼了 当耶稣在睡 祂在水面行走 当耶稣在水就变成酒了 可是你家里酒喝完的时候 耶稣不会变的 因为你喝够了 听得懂吗 够了 所以它不会变的 所以当我们要的是 这个好处 而不是神同在的时候 神通常不会这样做 这样做只会惯坏我们 所以神迹的目的 并不是让我们得好处 但神迹的结果 有的时候让我们得好处 你能够分别 那你就会知道 神迹是神同在的记号 第一 第二 节期是什么 节期不是让我们欢乐 节时期不是让我们开心 我承认 我一个人唱的时候 不会这么好听 我们多人唱的时候 比较好听 我一个人在家里 没办法这样敬拜神 所以我喜欢来这边敬拜神 因为你们 合音的又唱得好 然后敬拜的那个祷告 又是我祷告不出来的内容 对吗 又还有乐器 又还有音乐 我们更可以敬拜神 可是重点 不是那些 我来是搭你们的顺风车 可是最主要还是我自己跟神 这个叫做 节期 节期不是从我们家里搬到外面 住在帐篷里 说帐篷比较好玩 偶尔碎碎 不是 是神要与我同在 所以第二 节期是神要与我同在 第三 耶稣对律法做出解释了 我们来读第十七节 预备 请 律法本是 恩典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句话如果解释完了 你就非常清楚了 这里把律法 恩典和真理是做对仗用 对吗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他是为了翻译好听 他只是说 律法是从摩西来的 恩典真理由耶稣基督来的 他是做个对仗 所以在旧约里面唯一最能表现耶稣的 就是摩西 摩西就代表了新约的耶稣 而律法就是恩典和真理是同一件事情 那什么叫做律法呢 律法是写下来的对不对 那我问你恩典跟真理写得下来吗 写不下来 神的恩典是写不下来的 真理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东西 真理就是耶稣本身 恩典和真理 真理就是真实 恩典和truth 真实 就是那个完整的 完整的真理 真实 都是写不下来的 而律法是把恩典跟真理的 成文过程 成文化把它写出来 所以律法不是负面的东西 律法是把恩典跟真理写下来 可是一写下来之后 恩典跟真理就看起来依附在律法上面 对不对 看起来要这样对不对 可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这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奇怪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读法律的时候 老师常常讲说 法律一写完那条文就死了 法律一写完那条文就死了 你一定要回去解释那个法律 要解释它 它才会活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有一个概念 用文字一写就有漏洞 对吗 所以你做一条法律 就要写十个例外 十个例外又有例外的例外 就多如牛毛就这样来的 可是如果你说 没有律法可以吗 没有律法我们又抓不到恩典跟真理 所以不得已只好写了律法 这样了解吗 可是律法就是小学生在用的 恩典跟真理是大学生在用的 这样明白了吗 如果你问小学生 我不知道现在小学生学什么了 一加一等于二 对吗 那二减一等于一 这个也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你如果问小孩子说 一减二等于什么 他就答不出来 因为没这个答案 一减二是没答案的 一怎么减二呢 一比二小 那倍二一减一就没有了 对不对 结果等你大了以后有负一 你不气死吗 对不对 还有负一 原来有负一 然后不仅有负一 还有 那还有一些怪怪东西 后来读到数学系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读了数学 通通 算数通通无效了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一个东西在描述的过程 会使得它的原意失去 对吗 一个东西你把它一描述完 它的原意就失去了 比如说怎么爱呢 他说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对不对 爱是恒久 爱是什么不知道 爱是什么不知道 然后爱是恒久忍耐 我知道了 所以光州你没有爱我 因为你对我没有恒久忍耐 你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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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写下来就 就不见了 爱是恒久忍耐 那我这样说 那你没有爱我 因为你没有恒久忍耐 一个东西一写 他就被限制 可是你不写又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 就用一个写下来的东西 让我们遵守 可是等到大了以后 他就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抽象 我告诉各位 抽象到最后 你知道吗 耶稣对律法做出正确的解释 就是真正的律法 就是真理跟恩典 那真理跟恩典是什么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心目当中 注意听 你在你的心目当中 把耶稣放在首位 我知道还是有点抽象 不过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那么你很多事情都可以处理好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处理好了 操作的模式是这样 操作的模式是这样 如果我跟 宜君闹得不开心 对不对 我跟宜君闹得不开心 那我就说 这个人那么讨厌 这个人那么讨厌 然后他为什么这样讲 然后如果我把耶稣 放在对的位置上面 我说耶稣 那如果你 你会怎么做 如果耶稣是我最敬重的 如果耶稣是我最 我最看为宝贵的 那耶稣你会怎么做 我去体会他 然后我再去看 宜君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那个问题突然解决了 那个不是很重要 很难 多练习几次 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 我们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里有小学毕业的 对不对 也有中学毕业的 也有高中毕业的 我问你学习的过程 辛苦不辛苦 辛苦吗 可是我们做人以后 我们都不学习的 都叫别人学习 其实让步要自己让 怎么老叫别人让步呢 其实学习是很辛苦的 要学习 跟着耶稣 的确不容易学 因为他的标准又高 不过没关系 他老是同意我们可以失败 失败了就怎么样 拍拍屁股怎么样 就站起来 最大的失败就是失败的不肯站起来 你只要肯站起来 就还有希望 我讲两个例子就结束了 有一次我要去美国讲到 那个牧师 他们的负责人就先跟我说 说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 你来了要帮助他 我说好帮助什么 他说这一对夫妻 那是从中国大陆去的 两个都是博士 而且很会读书 所以带了一个小女儿 又漂亮又会读书 这样子 大概不到十岁 就到美国去了 带去 去那边之后 你知道呢 亚洲的孩子 特别是华人 跟美国人在十岁以下 美国人跟我们是没得比的 我们什么都会 一到那边 他的女儿就特别厉害 再怎么样读书 虽然英文不是最好 可是一下就赢了 就一直小学 初中 高中 如果我们以台湾的学资来算 后来就大学了 他就申请了一个生化 Biochemistry 是全美国第一第二的 Biochemistry选进去了 那他在美国读书很厉害 可是一进去之后 你要知道 美国人到了大学 会变一个人 美国在大学 在高中以前 乱七八糟的 I'm sorry 不过我讲的是实话 你们听听了 他们一到大学 就变一个人 然后他这个女儿呢 爸爸妈妈很疼他 初中也不让他去打工 高中也不让他去打工 在美国你高中就要打工 爸妈就不太那个了 大学的时候 可是我们华人就不肯 不肯 他的女儿一去那边 就发觉 因为美国的好的学校 都是全美国过来念 那五十周的人 然后一进去他就吓到了 因为一读就一直读书人家 读了就 后来他就没办法读 没办法读 没办法读 他就休学 休学后就身体很不好 然后他爸妈就骂他笨 就说 哪里有像你这样的 我们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都是博士 就骂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更了个 后来就有点忧郁症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开始去打工 这时候开始去打工 可是打工也常常挫折 因为人家打工都是 高中就开始打起 你知道吗 你现在没有自信心去打工 你要知道在美国 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没有像我们这里 还很呵护的钥匙 就是这样子 我刚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那些waiter 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然后过来都笑咪咪的 好吃吗 还有什么需要那个呢 可是他转过去 他脸就变了 可是他对着你 他一定要这样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的薪水 在你手上 因为你给他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他就是他的薪水 所以他就这样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老练 因为知道这个假 也假不来 对不对 可是这个小女孩就不会 不会 不会就挫折 也打不了工就回来 从打工 加油战加油 什么都 后来都失败 回来 后来好了 就去读护理 要转系的嘛 你读不下去 后来也不行 回来挫折到不行 他的妈妈跟他爸爸 没有信耶稣就来找我 就跟我讲 他的女儿怎么样 他说李长老啊 你一定要带我女儿 信耶稣 耶稣可以救他 我当他爸妈面 跟他们 他女儿不在嘛 我就跟他爸妈面 说一句话 我说该信耶稣的是你们 因为你们用错误的方式 教导你的女儿 他其实他不会 他怎么样呢 你不要骂他 你要给他机会 后来 后来我去看那个女儿 你知道那个女儿 最大的 不容易站起来的部分是 有一天 他跟他的爸妈说 I am a loser 他说 I am a loser 他经过了一年多 两年 他终于确定 他胜不过别人了 他说 I am a loser 就站不起来了 当然后来 我们也慢慢帮他了 他的眼睛已经都这样闪烁 他都不太看人 后来慢慢帮他 后来几年后去 他还不错了 有点进步 有点进步 越来越好 所以最大的失败 是你失败之后 不肯站起来 可是如果你在基督里 他允许我们很多的失败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失败的人 本来就是个软弱的人 本来就是一个理外不一的人 我们本来就是 我们有这个信仰之 我们慢慢地靠着他 愿意显露一点点 别人笑一笑 对不对 我们就是没关系 上帝你爱我吗 别人笑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我就再往前往前走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再讲一个例子 我在读建宗的时候 因为我是台北一所公立中学的第一名 考进建宗 考进建宗以后呢 我们班就有三个全这个各校第一名的 有三个 南部的我不知道 北部就有三个 一个是我是大直国中的第一名 一个是南门国中的第一名 一个是复兴中学的第一名 你觉得我们三个在一个班里面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第一次月考考完了 我竟然全班第十名 我吓到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九年都是全校第一名 都没有人在跟他比班的 都在比校的 我一直到大直国中第一名的时候 我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 到建宗区那一年级有二十六班 我是全班第十名 你觉得我是全校第几名呢 就九乘以二十六嘛 对不对 不是十 各位说你的数学没有我好 最多加一对吗 你知道我是 我吓坏了 我说第一名习惯的 那不习惯第二名的 怎么可以九乘以二十六呢 后来我就第二次月考 我就非常努力 出来又发表第七名 可是问题是这样也不行啊 所以我第三次月考 第三次就起考了 你知道我们建宗是考 两次月考一次起考 北女是三次月考一次起考 那我们就第三次就 后来总成绩出来 连平常成绩算进去 我是全班第三名 总算争出来一个样子 对不对 那重点不再讲我 你要知道在这种学校里面 你要碰到那种厉害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变出来的 你平常都在玩 他为什么成绩就这么好呢 就是很怪一件事情 我们班有个同学 第一学期 三十几名 三十几名 他吓坏了是南部上来的第一名 全班全校第一名 他第二次月考 你在他第几名 四十几名 他吓坏了 那吓得比我更严重 对不对 尤其南部又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地方 对吗 你知道他吓到不行 他就整个崩溃 他在建宗的一年上一年下 二年上二年下三年上 他住在学校里面 宿舍里面 满江红 他上课正常的状况是在睡觉 他的衣服从来都不洗 油油腻腻的 就这样子 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 我们二年级 我们就分到社会主去了 因为我要读社会主 他们就留在那边 后来就分班到三年级 他是三年六班 我还记得 三年六班 放榜了 台大医科 放榜了 台大医科 怎么可能呢 因为后来他才说 他三下的时候 突然醒过来说 现在怎么办 对不对 我是全校第一名出来的 都一直骗爸爸妈妈说 我在这边念得很好 情况很好 回去的时候光鲜亮丽 在学校的时候 整天就是专门跟乔生混 那个时候还有乔生 那帽子都压得扁扁的 然后都把书包都拉成丝这样 整天就这样子混 他到三年下学期才醒悟过来 他说我不能这样 我要站起来 我要站起来 他只读一个学期 就胜过我们这些人读了三年 他一下子就考上台大医科 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例子 真实的例子就是 不管你失败了多少次 现在站起来 耶稣基督就是神机 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就是在节期当中 我们需要寻求他同在的那一位 耶稣基督就是律法 他是恩典跟真理 他要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站起来 无论我们现在在哪里 无论你的位置在多低 无论你现在多不好 从那边站起来往上走一步 喘一口气再往上走一步 喘一口气再往上走一步 你很有希望 这就是耶稣答应我们的 不需要继续坐在那里 我是真的很有感动 我再讲一个小例子好不好 我跟秋华认识的时候 她是大小姐出身 你不要生气 她是大小姐出身 她没有洗过碗 没有洗过衣服 没有洗过自己的衣服 我跟她认识的时候 她不会买菜 不会煮菜 这个都不用说了 她除了会读书以外 什么都不会 我跟她认识 跟她交往了五年 我们就结婚了 我跟她在一起 因为大小姐出身的 所以呢 她不会说三个词 请 谢谢 对不起 其中以不会说对不起 最让别人不舒服 对吗 因为 她 做对 我做错 一定是我跟她说对不起 对不对 因为我做错了嘛 那她做错 我做对 她是不说对不起的 所以解决之道 就是我再跟她说对不起 那就好了嘛 结婚 结婚 五年 结婚 没有结婚交往了五年 后来要结婚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 这样怎么办 对不对 结婚都这样了 那还没结婚就这样了 那结婚不是更麻烦吗 我就跟我妈妈说 没关系 我跟妈说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 丈夫要爱妻子 我就专心爱她就好了 她要不要听我的 那是她的事 那是我 爱她 我是真的这样 我就圣经上这样 我就这样 我妈说 这样太辛苦了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在五年之内 她还是没有说过 请 谢谢 对不起 也是我们认识了十年 我结婚五年之后 有一天 她突然 跟我说 对不起 我吓到不行 真的 我眼泪都掉下来 我说她说对不起了 我现在告诉你 我活得越久 领得越多 今天早上 我就说 因为我头发太长了 没有时间去剪 我刚刚 礼拜几刚回来 我没有去剪 然后很忙 她就跟我说 我帮你吹头发 帮你吹一下 比较不难看 我就赶快把她 头发压一压 她就帮我吹 吹完了 她说要帮我吹 而且对我非常的好 然后还跟我说 你这样子比较好看 然后我就说谢谢 她说没有 我应该做的 从开始她不会 一直到现在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真的 我鼓励各位 忍耐到底 必然得救 仰望住 这个 不要怕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鼓励大家 不要怕你在什么地方 承认现状 才能够往前走 不承认现状 一直在deny的 你是不会往前走 因为你还在否认 不管对方对不对 从我开始做 这就是最大的盼望 这是我今天在讲 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要盼望 耶稣基督最大的期望 就是我们承认 我们的黑暗 因为光照在黑暗里 我们就看见了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 生在世上的人 就是帮助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向你献上感恩 原来耶稣基督 在那一年所做的那一件事情 他对神基做出解释 他对节旗做出解释 他对律法做出解释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 耶稣你要住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猜耶稣来到地上 真正活给我们看 圣灵我们感谢你 因为耶稣去了 你就来 今天住在我们心里 我求你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老是看到 环境的问题 别人的问题 我们没有想到 其实唯一我们能改变的 就是我们自己 而我们需要靠你 我们就被改变 所以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所以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别人就得到祝福了 主要我们一直希望别人改变 但这个好像原木求鱼 所以求你带领我们 听我们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